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數量遠超了SARS 所以傳播力的確挺厲害 由確診手中新型肺炎個案的第一天 已經有市民敢說 政府不知道在做什麼 應該第一時間封關 是 這十幾天來 可能他已經盡力了 盡力後也是56公斤的速度 香港是不是錯過了防疫的黃金期? 乘客來自高鐵是有定日的檢測 第一件事 第二,如果人都要申報 不好處 人流就開始多了 聚集可能是風氣不清新 人多了 感染的機會可能會大 一片藥油漏 你不斷藥油漏 一片一片,不要找命 知希 現由在意 香港出現 手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個案 患者正正是乘搭高鐵 由武漢經深圳北底港的武漢旅行 除非是有病徵 一般來說 在一般的普通社家的場合 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年三十 約防負責人Jason 在收爐前 趕著把這批 剛剛在日本運底香港的口罩 送去門市 一塊錢 一塊三十六 這個六十八塊一盒 六十八塊一盒 三十個 一日本飛機運到 所以貴了一點,不好意思 是不是大人的? 大人的… 每人買兩盒 每人買兩盒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得到 一個人可能買十八盒 可能不是個人需求 好像團職居旗一樣 他們也是有一個恐慌性的買 因為我不用買十多一盒 今天已經沒有了 我想要年初… 初四可能會有少許貨回來 給大家 口罩現在… 我師傅公司就買了二百元 二百元我當然不買 因為我也是坐地起價 我本來好像要做得好一點 我香港就慢了一點 人家可以… 竟然可以供應市民有酒 口罩不脫,但我們不是 我們自己貨 香港出現確診個案後 全港一罩難求 有兩個小朋友的媽媽Patsy 連三十晚都還在撲口罩 可能零星的個案到現在 好像全國都有了 甚至都輸出外面 但為甚麼政府 他們的反應好像沒事的 但其實十七年前已經有SARS 那時候已經發生過了 但現在為甚麼這麼厚之厚角 家人在加拿大 想知道他們帶來的 加拿大、溫哥華都說 聽說沒有了 out of stock 不太好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搞得你這麼遲 對,遲些再算吧 你HSBC傳輯給我 好… 這兩盒 大人和小朋友 這個 是一個朋友 專門在某大型百貨公司 幫我找到 真的太好了 五十個嗎? 我想也有三、四天吧 如果現在貿然把所有和香港的往環 都截斷了 這個可能是不適宜 也是不切實際 除了口罩 封關成為今年新春假期的話題 特首林鄭月娥年初一開記者會 提高防疫級別去緊急 但就只是要求旅客申報 覺得封關不切實際 不全面,其實你申報是作假的 現在香港很親近內地 除非有什麼很大件事 死了很多人 他們才會立定心腸去做這些事 以每人人情報了外而受感染 當中八人已經證實 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 即是沒有受感染 今天是年初三 今天是藉口 這輛車的早間 七塊水都做不到 因為2003年的時間 香港的人口密集 只是香港人 以前是沒有自由行 還有沒有高鐵 但現在的人流 出入的人流是不受控制的 你又不能說封關不讓他們下來 你要接待這麼多有病菌的人 你怎麼去控制環境呢 在武漢封城後三天 特區政府宣布禁止湖北省居民入境 新年期間 的士司機魏先生都會去關口兜一下 不過在疫情陰霾下 人人自危 關口變成高危地方 我獲得中央的同意 是內地會暫停發出個人郵的簽註 整條香港段的高鐵 和紅磡的城製直通車 所有班次暫停 你們本身中國自己都封了 都封了, 導航都封了 為什麼還要讓人進來? 我們要把病毒都封了 而事實上, 我們有方法 在不需要用到這個極端的措施之下 可以做到一個防疫的效果 他回應的速度肯定不知所謂 完全都…不顧市民生死 你應該要封關, 你這樣相信 在這裡 這些兩地的人流需要大幅度減少 其實是憤怒的 我不太感覺到那種… 政府的那種誠意 什麼都封, 圖書館也封 即是投場也無法去 運動場也無, 泳池也無 唯有一個關就不太封 對, 真是不太封 在年三十晚撲口罩的媽媽Patsy說 現在人心惶惶 除了撲口罩 她說連超級市場的食物都要搶 麵包, 蛋糕 加了麵包, 蛋糕 全部都沒有了 對, 那一刻 對, 要不要買好東西呢? 對, 鎮定起來也會覺得不錯 反而衛生方面 真的缺少物資 即是口罩、酒精、搓手 也真的缺少了 對, 那些可能真的要破 我想問有幾個小時 你排隊嗎? 四個小時 你們不能緊 警察幫你們去和咳嚴 不解, 發生甚麼事 究竟有多少存貨 有多少可以賣 大家只有一個知識, 是嗎? 是 有這個給你擠手, 只剩很少 要倒一些下去, 一定也不能少 很害怕 這個新年假期 Patsy也盡量和小朋友留在家裡 擔心外出會有風險 而且口罩數目有限 要計算過度過才可以出街 韓國…這個大約十多元一個 已經受慶了 這麼貴也受慶了 對, 這麼貴也受慶了 我們有個群組, 訂口罩群組 有非常多資訊 哪個藥房有開來購買多少盒 也會有資料 一個口罩令到全城恐慌 Patsy批評政府 政府遲遲不肯封關 沒有急市民所急 市民是要自己救自己 這個狀態是傷心的 如果政府不再進一步 去做一些令市民安心的決定 這個恐慌會繼續 都要求人安心的決定 是否只能夠治療 都要求人安心的決定 有機會 還要求人安心的決定 有機會 要去武漢公幹 不過當時廠家說 疫情已經開始緊張 一個月後 疫情來到香港 醫院如臨大敵 其實護士都忙 每個人都很忙 剛才幫我解釋那個護士 他連飯都沒吃 人多了 人手可能沒那麼充足 他們就比較繁忙了很多 這個環境下, 抗疫真的要全民一起上下一心 所以希望… 這次疫情, 勾起她的傷心回憶 謝卓志的妹妹 是2003年沙士殉職的醫生謝阮民 她覺得雖然吸取過教訓 但前線醫護人員的風險仍然很高 說回2003年的時候 阮民進入醫院那一刻 都叫我不用擔心 都說她進入醫院後會出來的 但是…沒人知道, 是不是? 17年前的片段 香港人不會忘記 當年有300多個醫護人員 受沙士感染, 甚至赴上生命 這次抗疫 醫護人員要以罷工逼政府全面封關 為什麼他們反應這麼大呢?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公立醫院的註冊護士 第一天入行的時候 我自己其實也有準備去抗疫 但是想不到去到這一刻 心情是這麼忐忑的 農曆新年前, 阿偉收到醫院通知 說他被抽籤抽中 成為第一批到隔離病房 照顧懷疑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過有這件事 也沒有問過我們的醫院 只是突然說, 抽了 有機會就要你們上去了 政府至今仍未全面封關 令他擔心醫院有限的資源 無法應付大量的武漢肺炎患者 你打開城門叫人守城 是否就是叫士兵去送死 還要的裝備是不齊全, 不足夠 很無奈 阿偉見過同事抽中後 馬上哭了出來 亦聽聞有護士因為這樣而辭職 而他就說, 在這段時間 會盡量多些陪太太和半歲的兒子 萬一真的上了隔離病房 那我下次見她是甚麼時候呢 又或者我真是不幸運 所謂的壯烈犧牲了 我會怎樣和… 怎樣和我太太說 叫他和我兒子說 當年你爸爸 就是因為這件事而犧牲了 我會有想過這些事 不過… 我自己沒有說出來 不好意思 當年親身進入病房 診治過沙士病人的許樹昌 相比當年的病房 和醫護人員的裝備 他認為今天醫院的防疫設施 已經大大改善 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 是遠比2003年 是安全了很多 但我們當時沒有悔起阿房 我們也熬過了 我覺得今時今日的同事 他不要把問題看得這麼灰 我真的想這樣做 所有病房借住看房 多謝合作 黃樂宇是急症室醫生 作為最前線 他認為現時公立醫院的床位 和人手嚴重不足 根本應付不了不斷上升的疫情 内科病房的入住率是超过100% 还要是长期超过100%的时候 再加上武汉肺炎的病人 你又要隔离他们 那他可以放在哪里呢 本港再多一人确诊感染 本港浪漫确诊 内计新型肺炎疫情不断加剧 特区政府宣布局部封关 黄乐如说急诊室 会将所有到过内地的病人 都安排到负压室 但由于负压室不足 每次可能要几名病人 入同一个负压室 又产生另一些危机 他们大部分可能都不是 新型肺炎病毒的大病毒者 也有可能因此而受到 真的大病毒的病人感染 但没办法 因为我们的软件硬件 根本都不足够 我们没办法在源头阻截 这些有可能带病毒的病人来香港的时候 唯有用这些方法去处理他们 不过令他更担心的是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 未必立刻发病 更有部分病人会向医护人员隐瞞病情 如果他不是香港的居民 我们也没有他的病历记录 任何的资讯都是靠病人说的 他以前有什么病历 去过哪里 他的症状是什么 全部都是基本上要相信病人 但是如果有这么多情况 都不知道病人说的病历是真还是假 还是一半真一半假的时候 我想分流站同事的压力也很大 在医院内危机一再涌现 引起关注 一个确诊个案 曾经在没有负压装置的病房 三、四个小时 前线医生说是因为负压病房不够 另一个确诊病人 没有透露自己回过大陆 在马加列医院普通内科病房住了七天 病人隐瞞疫情 防疫设施有限 医护人员受感染的风险越来越高 医馆局对前线的支援够不够呢 来科医生苏宇辉 上星期曾经照顾一对 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夫妇 虽然当时有穿全裤保护衣物 但事后想起 仍然很担心自己可能受感染 下班后 决定自己给钱租酒店自我隔离 之前我们跟医院那方面去谈过 就说我们如果是全保护衣物 全保护衣物 理论上我们这个传要的风险就很低 说就这么说 他说科学上来说 他认为这样是安全的 但实际上来说 我都很难过自己过关 就觉得是说 始终如果是有丁丁那么多的风险 我都不想没有这样的风险 就会被灭烦到自己身边的人 他明白为了避免疫情扩散 要做好隔离 不过在未获安排入住宿舍之前 他只能尽量减少和其他人接触 其实就很不完美了 现在来说我来到这里 我都尽量避免一些人多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 可能是选择一些少人一点的餐厅去吃 尽量去避开其他的人 尽量希望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但是是做不足的了 其实都是一个不太完美的隔离 都是尽力而为 考虑了几个晚上 被抽签抽中要去隔离病房的阿伟 决定参与罢工 不会有一个医护人员 是希望走到这一步 是会影响到病人的服务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 去保持下去这个状态 不单止我们医护人员本身 病人本身自己 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 他和超过三千名工会会员 投票表明对罢工的取题 直到这一刻 他仍然寄望政府会聆听他们的声音 结果工会大比数通过罢工行动 我们明白这场罢工 不可避免 是会影响到病人 但是正如一开始所说 我们罢工是政府逼出来的 谢谢观看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